你有沒有遇過相同的情況呢? 現在有不少電器都用USB充電 所以我們家公司的電位 很多時候都會變成這樣 如果幾個人同時要充電 多少個插座,鬆頭才夠呢? 開多個電位,又要給多個電位錢 拖板,駁上駁,又不是想像中那麼方便 左位之餘,又不是馬觀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用USB制面呢? 用USB制面有三個好處 第一就是省位 如果制面已經有USB的話 明天充電就可以直接插線 不用多用個制位空間 或者駁多個拖板 第二個好處就是省時間 不用找鬆頭或到處問人家 第三就是可以省錢 不過要注意,市面上的USB制面 又便宜又貴,差得很遠 怎樣選擇USB制面呢? 可以從安全性、輸出強度 以及兼容性三方面去看 買制面當然可以淘寶、團購 但注意,省了一百幾十 萬一質量有問題、補足的 保險分分鐘不包 到時就因小失態了 香港用的話 應該選擇一個有 符合機電工程處標準 達到BS規格 有了知醫認證就會更好 香港品牌M2K 有齊以上的條件 還投保了一百萬美金的責任保險 保險公司肯受補 即是相信它安全 另一點就是要看輸出強度 市面上很多USB制面都在行2.1A 即是怎樣呢? 一部電話夠差 兩部同時差就開始不夠力了 M2K的制面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它的USB最強輸出是孖制4.2A 單制3.1A 它的USB位還有一個智能設計 是會按需求去分配電量 進一步提高充電的效率 第三點就是看兼容性 除非你會全都用完USB制面 否則就會有制面顏色不一致的顧慮 M2K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有純白光面系列 拉絲長指紋系列 色彩系列 和不鏽鋼系列 其他牌子就不夠它那麼多了 講過一件事給你知 M2K可以特意做到 和其他主流品牌的制面顏色一模一樣 方便大家無伏配襯其他品牌的制面 但價錢就是市面上最低 以2.1A的單制面這樣計 它的價錢比市面上主流品牌平成一半 還有本地保養 最後給多個建議大家 每個空間 最少安裝一組USB電製面 用來會方便很多 Volga